我都一直都認為 所謂的 比較 呃 強的隊伍 強大的隊伍跟沒有那麼強大的隊伍 最大的差異性在於說自己的把握程度與否 那LIT這邊從世界賽當中學習到的內容就是 呃 強大的隊伍 比如說RRQ或是BTR 他們自己有把握的東西 他們就盡可能的去主動去打點 對 那他們比較少是仰賴到天命圈 就哪怕說他是一個劣勢圈 他都會想辦法去往前把一個點位 對對對 他會想辦法把別人的建築區域給打下來 也就是今天HQ有幾把想要為我們展正前來的內容 可是雖然HQ的執行屢面是屢次私利 可是你看得出來他們的那個決策是對的 只是執行程度上來講不是這麼的好 可是這個遊戲會變成一個環節就是 哪怕是你的執行程度不好 你的決策是對的 你乍看之下的分數可能也會比執行不好的隊伍 然後那決策也不好 運氣好的隊伍的分數來的少很多 對 有的時候會出現出來這樣子很吊詭的情況 可是如果說你是一個 而目標是直指世界冠軍 而且你又是一個長期聯賽 高場次去堆疊你的分數的話 運氣程度應該會往下降 對對對 你的打風會影響到你的運氣成分 他的運氣成分的含水量會變得越來越低 然後你能把握到的東西會越來越高 這也是為什麼LIT他們在這一次打出來的內容 可以領先這麼大幅度的分數 沒錯 那除了第一天的連那個吃三雞以外 其他天就算沒有吃雞 其實他們擊殺量也是蠻夠的 是 積分一直搖搖領先 來看一下 哇賽 怎麼又是HQ跟KS 他們很喜歡撞在同一個地方 是P神戰鬥老實講是可以容納到兩隊 然後互相做拉死跟拉開的 可是你會發現到說兩隊的弱點都沒有先拿到第一個主要的車點 反倒是KNS Gym 這一邊手拿DBS直接要往前做打點了 這個打點方式相當的兇殘喔 一路吃到了怪怪物了 他想要去把小王給殺掉 王偶身上好像沒槍所以只能一路跑 往隊友的方向 哇 這個手雷 這個手雷好準啊 直接把對方炸了個半血 哇 這個手雷很 M字腿好痛啊 好像還沒撿到補包啊 很有趣 哇 小王偶在這個角度直接做一個埋伏啊 左邊 KNS這裡倒了一名成員 四腿 哇 這個埋伏是剛好抓到的KNS他們是 蛋蛋也倒地了 分別去追獵物欸 然後結果分別都被陷阱給夾死了 一個Hunting的過程 倒了三隻 剩下最後一隻的位置有掌握到嗎 小七走位看起來是有的 小七似乎是聽到了上面的聲音喔 進到房間之後開始進步 他也不貿然行動 是等待隊友跟到了之後才一起做清點 來 在最右側 陽台位 直接秒殺 位置直接暴露出來小七拿到了這個人頭 哇 他們還編屍相當的兇慘喔 全隊擊殺來到的是 KNS戰隊所貢獻的四分 剛剛立志這邊是不是有人 爆車應該是爆車打掉的呗 對 AG的BAN就倒地了 那KNS率先被淘汰 挺尷尬的喔 其實遊戲蠻前期的部分 在前期的碰撞 KNS屢次失利 從剛剛的BOOCAN SENHAG戰鬥一路打到了現在的海島 PITAN戰鬥都是如此 來到了是 來到了是 立志對上的 立志對上AG 對那AG剛才有一個被炸車 炸車那個被捕死了 不過側邊這裡呢 立志也打掉了AG的BAN 來到了是 哇 這一邊UMP的壓槍 剛好是右行閃身遇開 抓到了奈何 這個奈何如果要編的話 就會被GINH給打掉嗎 哇沒有 這個timing沒抓到 他這個出去探頭的時間非常的好 直接很準的把奈何編掉了 是是蠻精準的一波遇開 那這種情況下 你得知到這一邊 已經有一個敵人 立志心思義的人員之後呢 GINH應該有一個timing 可以去拯救自己隊友的性命 嗯 是可以拯救的 一個一個再拉起來的 一個一個再拉起來 因為對方的位置還太遠了 而且他隊友的屍體 都在自己的視野範圍之內 那立志這邊好像決定要來先編屍嗎 他拉了一個大左翼的角度 是想要拉近距離 然後從這一個建築區走 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好的 救起來了老九之後呢 一路往前頂 手拿起來還是被收割掉了 想要去編屍 但是被 這個GINH給收了 嗯 在第三人稱的四眼模式下 反倒是GINH率先看到了 塔立志心思力在第15名的位置淘汰 相當的可惜 來看一下ND戰隊 是採取一個水神區域的發育 然後路人這一邊呢 也是直接一路開車 其實這個ID在端游的 一支PCL隊伍的選手 是相當有名的 路人嗎? 對 路人A 那你路 這選手ID其實蠻有特別的地方 是在於說 如果你從英文翻譯的話 他會叫Rurina 聽起來很像是一個女生的名字 真的欸 對 但是如果說 就是追很多那種 歐美主播他們在稱呼這個選手的時候 都叫他Rurina Rurina 可是就當地的觀眾的稱呼 會把它翻成是中譯 就會變成是路人A 路人A 就是路人 所以有些選手的ID他們可能要 很難的還可以知道說 它是中文是發音幾聲 然後以及它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正確的中文譯名 對 對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先 第一個直覺會先朝著他們選手的 英文發音去架 英文發音去架 對 但是還有這個我知道 所以我不會叫他Rurina 就是 路人A 然後就叫他路人 路人 其實蠻有趣的 看到的是 東泰的 獸皮 嗯 獸皮 東泰現在的狀態是 還不錯 但是他的隊友是分別的到比較遠 是拉到了Y層的位置 來到的是LIT的Winter 這個timing有個被波可以靠 剛好看到的對方最高位 有一個肥羊 哇 看到了 對 肥羊好像露出了他的雙腿 好 手拿Mini 38被彈 剛剛是確定有瞄到 還看到獸皮往左翼跑掉 這個資訊Winter應該是不會錯過的 那Winter自己在這邊 隊友似乎還沒有到近點來喔 那東泰可能要提速做集結了 因為有今天的隊伍 這邊看到你是 只有兩隻的情況下會撞點的 哇 這邊就應該是 四人抱團集結 直接一波撞點了 沒錯 直接是 開車子撞到了門 撞到房子下面火旋 直接進屋 拿了個投擲物往上衝 哇 這個投擲物是 剛好抓到隊友給他的資訊 漂亮 因為隊友在加二樓 發現二樓沒有人 所以他可以直接拿著手雷 越過二樓往上而丟 對 但是你乍看這下火旋的畫面 你會覺得他很白給 他怎麼可能這樣捏著手雷 那對方在二樓打他 不就死掉了 沒有 因為隊友給他一個很棒的資訊 原來隊友已經看好了 二樓沒人了 對 那來到了是獸皮 面對到的是LIT 三名成員加壓境 以及Winter在原點的架槍 原點架槍可以確認到這一個假車庫 目前屋頂跟二樓陽台都沒有敵人 那對方就在建築區 那你一來到二樓陽台 Winter就會pick你 Winter剛好在開車 好 那沒事了 好 那還有一個扛壓的機會 那這裡 Winter趕到要一起來做一個禁點 算稍微的樓梯對槍還是倒地了 很可惜喔 他決定衝出去 是 東太這一邊沒有集結 很可惜 因為LIT是老經驗的隊伍 他們在世界賽帶出來的內容 就是打得很兇悍 因為那個區域的 他們在那個東區世界聯賽的等級 都是每個都很兇悍的 所以你人數一旦是少 他就是4打2 4打1 卻把你吃掉 而且其實剛剛LIT沒有給動態太多的時間喔 看到人之後幾秒之間 那個大車隊就來了 對 那他的隊友沒有趕到 他這個隊友是C跟H都是大血 所以應該是念Chead 那如果H是小血的話 我想應該是念Chart 對 所以應該是Chead沒有問題喔 他剛剛很可惜的地方是 他在跟隊友會合的過程當中 隊友是直接暴斃了 因為LIT打點的速度實在是有一點太快 你看老牌隊友AHQ這邊也是選擇打點 也是非常快速的集結 這個版本就打很快 把人都逼到了房子 的上方開始丟頭植物 不過側邊還有YUU在這邊打一個側腦 大三位這邊就要下一顆煙去封住 不然的話你不太可能 越過這個樓梯直接往前 果然金鴻這邊丟了一顆煙 封住YUU的槍線 那YUU這邊決定要跑嗎 對 這顆煙剛好封住了對方下門口的位置之後呢 爆團直接往屋頂上打 直接壓屋頂 屋頂上的人還沒死 讓他跳下去了 對 竟然還沒死 反倒是自己被連中的兩隻 那殘血的情況底下難道跑得了嗎 然後這邊是玩偶在跟YUU倉庫裡YU對槍 直接爆炸 沒遇到是一樓位跟倉庫會的兩名成員 現在QZL要想辦法加速戰鬥 很可惜喔 在樓梯位的一打一對槍是輸給了小七了 那就剩下最後一個YUU他決定 拉掉了拉掉了這個不能打 先跑了 聰明的選擇 這邊選擇拉掉是很好的 很可惜因為剛剛你打掉了對方屋頂的兩隻 可是你收不到那顆頭 那你在一樓位的人員 除非他有一個機會是可以直接丟手雷 往屋頂丟 AHQ也是很兇啊 他是 我剛剛以為他要開車再去追 好像沒有 他稍微提一下 抓一下說對方可能在的位置 一開始應該可能有這樣的意圖 你會發現到說LIT跟AHQ這種 我認為沒有經驗的隊伍 他們帶出來的內容其實都是快速凶悍 沒錯 而且是抓到機會就是以多起少 以多起少 所以他們的戰術反應非常的快 那看YUU其實還在下面的房子裡在觀測 主要是資訊的偵察 這個東西一直很重要 我覺得有很多隊伍會輕視掉這一點 忽略了 對因為你資訊偵察到 你得到這邊有一隻 還是這邊有四隻 會影響到你的決定 有四隻的情況下你會有不同的打法 有一隻的情況下就是吃爆他 就是直接把他吃掉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LIT 然後呢以及現在的AHQ 都是人多打人少的 對那火旋這邊要開車去找隊友了 嗯很快速的見面到兩隊了 那現在空投獎勵出現 對左側的空投獎勵 各位觀眾趕快拿起手機掃QR Code 然後輸入我們的空投獎勵馬鈴取獎勵 那來看一下Winter這個位置 他們這邊是走到了其實是靠近河邊喔 因為他們等一下可能也要考量一下要不要在橋附近蹲人 這是一個陰陽圈 所以以現在LIT來說他們拿到一個中繼點位 橋頭位 可往北打也可往南打 甚至還可以卡人選擇很多 這會是一個很靈性的打法 JUP的Winter在這邊似乎是看到了VG的隊員喔 那VG現在是 剛剛在居城搜完喔 可能會往山上走 很可惜沒有隊伍要去龍脊山 感覺JUP要往龍脊山方向走了 那VG也在山下不遠處 那後面呢是速德龍 好像開車過來了 喔這邊是VG的萬仙被發現 掃射了一波 那速德龍直接開車過來 被躲在那個貨車後面的高高打倒了 哇高高好帥啊 這一波好像是沒有在偵查就直接進一點 對啊他們好像好像在 有一點點 有點可惜的地方是因為你沒有偵查的關係 沒辦法假設這邊有人 所以大膽進入的情況下 進入到了VG的包圍網當中 二樓位的人員可能就吃手雷 然後被人員給淹掉了喔 很可惜喔 這會是我覺得速德龍這一把 相當可惜的一款 高點位的Jupiter 還有JUP在高點幫打啊 是 那VG這裡也是有一個倒地的是誰 幾顆 哇哦 速德龍倒光了 剩下的是Juprey 剛好在高點位 剛剛成功抓到的是幾顆 對我剛剛一直叫他 另外一個稱呼 GYK 對對對 蠻可愛的 他這應該是叫幾顆 呃台翼 應該台翼啦 我台翼沒有好 抱歉啦 Ziv這邊直接趕到了 喔 Mercy 下車之後直接繞到屁股後方 看一下能不能抓個屁股 喔來到了是一樓為了打點 萬這邊的抗壓在樓梯位倒地 對直接看到殘血的萬 被Mercy給收了 我覺得Juprey跟正 這個Juprey打的也是蠻兇殘的地方 在於說他是遠點先打掉 打倒對方一隻 嗯 他就掌握到資訊之後那直接攻堅 哇直接變成一個黃雀欸 不會是現在前段班的隊伍 那VG也倒地了 真的不會是前段班的隊伍 做出來的決策都相當的果斷喔 而且一有優勢就是相信自己的實力 我有優勢 我打得贏你 我就打 其實剛剛VG是不是有點打得太慢了 還行 只是他們沒有抓到外圍的人員被peak 然後他們剛剛進點面對到素德龍的時候 他們狀態本來就還沒回好 好 所以你只能夠說是Juprey這一邊 掌握得太好了 掌握得太好了 那個時間 好那看一下AG這邊是老九 跟這個GNH來到貨櫃區 喔他不知不覺又剩下兩名成員了 對 那他們其實剛剛收了整個貨櫃區喔 兩人是順利的來到了圈內 只是這一個白圈其實不太好處理的原因是因為 你兩名成員上三頭難度很高 看不太住 看不太住 那你不上三頭接下來的地面的建築區 可能你的炸的點位都不多了 所以GNH現在的思維 想要上三的話 就很考驗他們的單兵二打式抗壓能力 喔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啊 因為GNH不就是單兵能力非常強的一個選手 很強很強 但是他們得去考慮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假設山頂上都是滿邊的 就是你沒有資訊的情況下 你都得假設對方是滿邊 那這個山上現在非常熱鬧喔 KO跟這個AG 還有三角下的JUP 很有可能都會在山上碰頭 KO戰隊的資訊AG應該掌握到了 剛剛的車身非常的大 而且他也看到的是YG的位置 牛奶的位置他也看到了 馬上掏出了一個污汁 他判斷等一下可能會是一個近身交戰 先拉了一顆手雷 順暴 一顆星 直指的目標是石頭後面 有一段距離 沒有炸到 對但是這一顆手雷確定是讓Q的戰隊受驚了 所以現在 要往後撤了 對直接要後撤了 受驚了 有點嚇到 因為可能假設這邊沒人吧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沒有聽到AG戰隊的車身 就是他們剛剛有沒有想要往前 但是一顆手雷空過來 你可能就會 就會怕那樣子 而且他們也不曉得對面有幾個人 是 應該也是要預設有四個人 你來得好嗎 嗯 沒什麼好 但是我是高雄人應該要好這麼對 會怕應該是這樣吧 會怕 就是會怕嘛 就看到那顆手雷通常都會怕怕的 理論上啦 理論上 哇 太漂亮了吧 哇 倒是牛奶的一顆手雷 太帥了 難怪他們會怕 因為他們的手雷準啊 真的很準喔 這一顆星直接炸 這沒辦法救 不可能救 救不了了 因為對面要壓上來了 四個人直接往前壓 老九只能硬著頭皮打 他能不能換一個人 這就是人數的重要性喔 可惜 如果說我還有四個人的話 一個救兩個成員再加強 或許還可以扛啊 對 可是你說二扛四 跟一扛四 那個差好多 那這邊 恩 KO是順利的 把AG給淘汰了 拿下了山脈上比較好的位置 是 來到了是LIT成員 這邊Winter直接被 直接被炸死了 被MARK的手雷給收掉了 好的 來到了是紹塔位的攻堅 現在 我覺得LIT要炸了 因為 喂 這個手雷 他這個是 剛好彈出去了 好可惜還炸到了自己 炸到了這個是怎樣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是Oh my god 哇 這這樣子花樣會讓你 有一個拆名直接往外壓 喔 關鍵失誤啊 真的是 原本是二打三打一的情況底下 瞬間變成一對一對決 你知道嗎 只要看那顆蕾 只要丟進去就收了 可是彈出來就是另外一個結果 那 Coco在這邊 遠點幫忙架槍 那 想要保隊友 Oh my god 這一個 這個失誤可大了 對這個保不住了 那看一下 這個LIT其他的成員 有沒有要來救火啊 但是LIT的 側翼部分的隊伍 也被 正面進攻給打掉了 Coco決定要先 撤了 他只能撤了 這個應該是沒辦法做救援 應該救不了 哇那等於是剛剛 整個火旋一打三 啊建立在對方的手雷失誤上 失誤沒錯 對但是 LIT的側邊也被 KC站隊四名成員撞點 嗯 沒看錯的話 對直接撞掉了 那K7這邊 要壓上來了 喔我覺得這一季相當好看的地方 是各隊都打得很精彩 而且節奏很快 他會讓我們看到說很多 呃選手們他們在打的時候 呃會有 個黃雀第三者 會在最佳時間點再做進攻 嗯 看一下 K7這邊是拿到了 車子要來做轉點 其實我倒是認為可以 欸 欸 直接被pick到了應該是穿煙喔 喔穿煙 嗯 被打倒了 假設是穿煙 小黑倒地 那 隊友勢必是沒辦法直接撤退了喔 喔這邊的話應該是要直接驅車趕到龍脊山的 呃三項 這是漢匪 嗯 稍微觀測了一下 後面後部分還是開了吉普車一路往前頂 應該是可以用車子當掩體稍微拉一下人喔 對他可能要想辦法貼到 呃那個三角巷 對 不過這邊有煙的話應該還有機會可以救 喔這車子要捧砸囉 我也覺得好像要爆了 那這邊如果車子爆了的話要撤退也比較困難 這個好像是他們 哇他們的車子的位置保不住 在保不住車子的情況下 要看一下他們救起來之後的煙量 夠不夠送他們到三項 不然他們感覺也退不了 嗯 不過還好 有一個好處是他們那個位置其實是 呃 還在圈內吧 對在圈內的 對在圈內在圈內 所以還可以再狗一下 看一下下一圈怎麼縮 但這個位置可能要換一下 因為呃 如果你不想辦法做一個新的點位 再做更換的話 呃只會被高點位的人員不停的點擊掉 對因為高點位如果他們換方向的話 很有機會可以打到側腦 哇很可惜喔 JN在後方的部分 他的那一台車子原本是最有機會拯救K7戰隊的 可是他倒了 嗯 不然的話他應該有辦法拉一個近點的槍線 或側翼的分線去協助K7戰隊的 不過側邊那個LIT的火旋 好像停在了K7的附近是不是 火旋的位置其實過了馬路了 對他來到了遺跡的北面 來到的是K8戰隊的鄧凱 其實我覺得這一隊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有這一種硬實力的槍法跟會戰內容 還有手裡的精準度 嗯 他們在雨林當中大可打的更多擊殺 再兇一點這樣 對感覺啦 感覺上 因為這一隊其實經過了 呃這一季端出來新的內容跟菜色 我看得到的是K8戰隊他們比較 不一樣的內容 嗯 哦放生掉了 哎呦這一波直接 直接放生掉了 讓他們開車跑了 那阿迪自己一個人在 站不起來了嗎 自己一個人在 他是想斷後吧 做掩護斷後嗎 讓這個 小黑跟漢那個漢匪先跑嗎 難度很高的原因是因為他只有在一棵樹下 然後他不太可能射K8 反正只有K8可以射他 嗯 對他要斷後只能夠說他是用自己的性命 當作漏盾在擋子彈 好像是這樣子啊 吸引到對方的注意力 那我們理想的斷後會是希望說 可以退的 對我們這邊有一個人可以跟你對射 嗯 然後呢讓你不要一直射我 嗯 這種斷後才是比較合理的 不是喔你們走讓我被射吧這種 那種是漏盾型的那個難度太高了 嗯 不過K7這邊還是順利的 離開了剛剛那個對峙啊因為 看到了一個趴著的牛奶 怎麼趴在這個裸空位 哇 這個timing竟然是被抓了個正早很可惜 來到的是ND戰隊的PG1 PG1抓到的是GX戰隊的人員的前頂喔 來看一下這一邊好像倒下了一名成員的是陛下 陛下倒了 陛下倒了 來到的是原點架槍的長腿 是可以打的相當出色 路人直接倒了 對正面的污漬給予的壓力相當的大 讓PG1這邊翻了一個深位之後呢 抓了個正早沒辦法差一發子彈 有機會嗎 但對方的長腿也已經開車趕到 人數優勢的GX2打1 但是PG1這邊有個局部的1比1 哇好可惜啊 可惜殘血 哇好可惜 反倒是長腿的單點扛給他扛住了 好那再來看到這邊是HQ又在突點了嗎 他們應該是 JUP的弟弟倒地 我覺得JUP 我發現他們有個小問題就是他們有時候分出來的邊線 單點位會被撞掉 而且HQ這樣撞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這可能是JUP可能要稍微注意到的一個小地方了 那JUP現在剩下最後一個Water 嗯 Water面對到的是滿邊的HQ在左側 決定要開車逃逸了吧 KG戰隊看起來 呃狀態也不是很好應該是全滅了 面對到的是剩下一名孤狼位的火旋 火旋 火旋在這邊是 嘗試丟了一些道具 想要來抓這個半血的KO隊員 是的 火旋趴在了一個貝婆 用了兩顆煙當做煙牆的延伸 想要去擋住GXA的槍 GX的槍線之外呢 他還可以靠著這顆煙一路的往前摸 摸這個邊 他甚至騙到了很多對方的手雷 對 騙了三顆了 那這邊是 KO是用匍匐前進的方式往右移 有時候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這是一種誇獎 就是火旋打得很卑鄙 嗯 猥瑣是吧 對 很猥瑣 打得很卑鄙 不錯啊 射擊遊戲的選手就是要猥瑣一點 對 這其實是打得好的一種意思 可是他又不是那種 很正大光明的 對 他是用這個心靈跟他的這個智商 不停的在騷擾對方 你看現在鄧凱壓力很大 他現在壓力真的很大 你怎麼都沒死 你在哪裡 而且他還看不到人 對 現在心慌得很 光是一個人火旋 火旋剛才的煙就限制度了Kill戰隊的分線了 只是 戰況還不是很明朗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圈不在火旋的腳下 那現在收圈了喔 對火旋來說 這個壓力也蠻大的喔 不過他還有一個載具在的 直接開車要撞圈內 哇 他只是一名孤狼位 他能夠停的點位 選擇相當的少了 而且這邊 Steve架好槍了 直接把火旋打到半斜 而且火旋那個位置很有可能會 在進圈的時候被GEX給打掉喔 對 現在火旋變得很尷尬 不過他也拖到了很多Kill戰隊的時間了 老實講 他也拖到很多了 剩下的是GEX 來到了一個遺跡處 這個收的是一個遺跡圈 欸 這個火 這個燒哪丟來的 那反正是火旋這邊再度Pick帶走的陛下 哇 太帥了吧 火旋這個孤狼做的事真的非常的多 對 其實挖著這個timing應該就要想辦法 跟火旋進行一起假殺 因為兩個我們都孤狼嘛 先打人多的 對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對 我們先當朋友 我們就是朋友啊 我們等一下再當敵人 沒錯 他剛剛也是 欸 先打了這個GEX一下 然後又繼續打這個火旋 是 很聰明啊 我覺得WAT打得 打得比較貪喔 他說我全都要 就是你們都是我的敵人 我都要收 感覺像是這個樣子吧 那GEX這邊也是有一點麻煩啊 在煙裡而且左右兩邊各一個單兵 那交叉火線之下 他們在那個位置其實還蠻難逃出身邊 火旋只要一顆雷就往那個坑塞 應該可以賺到一兩隻 嗯 來看一下這個 血量都不太好的GEX 看起來WAT也沒有雷了 不然應該也會一起做夹殺再一次 可以有倒地啦 哇 火旋你打得怎麼 你打得可真燒 真是 為所型玩家啊 這個是有在動腦的 代腦的 代腦玩家 他有做超進化 他以前打法比較單純 嗯 他現在會想的比較多元 我覺得這是一種選手的進步 成長了 對 他打得更有層次 就像洋蔥一樣 一層接著一層 一層一層的 對 可以慢慢的撥開啊 哇 他還抓到了一個小玩偶的位置 對啊 還抓到一個AHQ啊 太狠了吧 我真的覺得WAT要來幫火旋呢 我真的這樣覺得 真的欸 可是你們中間這一隊要一起夾殺掉 你們才有辦法活下去 沒錯 孤狼 敵人之間 敵人跟敵人就是朋友啊 但他想要 哇 他也打為所嗎 他想要偷屁股 對 要把這個 這邊要打 哇 這個也很為所啊 哇 炮掉了 哇 可惜 炮掉了47 37吧 GEX這邊三名成員 都是血量不太妙的情況下 在前後被附受敵 現在 GEX很難受 對 超難受 兩個卑鄙型玩家 哎呀 哎呀 制裁了 成功制裁火旋 非常的漂亮 對 三隻可以一個雷 直接把火旋給收掉了 那WAT這個屁股位置 就是GEX可能接下來要去處理的人了 哇 可惜啊 如果火旋有匯款給WAT的話 這邊應該就活得下去了 來到的是紅這邊 哇 頂著燒 直接往前打 我還以為是什麼角色 太兇狠了吧 火燒屁股也要殺人 是 這個timing 沒想到來到了三個隊伍 七個存活者 現在Jupley唯一的孤狼WAT 還在側邊繼續為所啊 好可惜 他剛剛如果一起做假殺 起碼你讓GEX三名成員 撿個圓 他的壓力都不會這麼大 哇 哎呀 好可惜 這邊WAT也倒地了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他最卑鄙要怎麼做你知道嗎 讓火旋去收GEX 然後自己再站起來把火旋打掉 因為火旋的資源一定比較少 趁他還沒有資源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北面全空剩他一個孤狼 哇 太舒服了 這是最理想劇本啦 只是有點可惜喔 真的有點可惜 那現在是兩隊 剩下六個人 三對三 3V3的一個頂上戰爭啊 來看一下 3V3 兩邊的站位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GEX比較有優勢的地方是在於說 現在他們有人員在做邊線的佈置 但是Q戰隊這邊是三名成員全部都趴著的 他們是等待一個防守後反擊 可是他們的資訊量會相對較少 這就很考驗著 誰能夠先發現到對方 掌握到第一拍的先手權 打出第一個人數的破口 不過來看到他們的一個資源部分 感覺KEO是比較肥的喔 全員都還有補包喔 那 GEX這邊的補包 就只剩下一個了 然後長腿這邊是沒有補的 一顆雷 還有嗎長腿 不過長腿的雷很多 他沒補了 那長腿這邊應該也不需要補了 可以多丟幾顆雷 嗯 這就是你他剛剛長腿嘗試性的站起來去 跳躍抓一下對方可能的地方 然後再用手雷去做排點 逐漸的要抓到Q戰隊的位置 的位置 現在就是一個情報收集時間 那陛下丟了這顆雷也是做嘗試 兩邊都是在平地匍匐前進喔 正右方確定沒有人的情況下 那陛下應該大可抓的到對方就在前方 應該再一顆雷就可以再做排點了 而且陛下還利用這個空頭箱來做一個掩體喔 非常的聰明 哇不過他沒有雷了 他貼的有點太近了 會不會被右邊的人打掉 對 Steve可能看到陛下了 哇還偷舔了一下 換了一把槍 換了MK4 哇 時間這麼聰明了嗎 Steve有沒有看到他啊 沒有那邊草剛好比較長 對 把陛下給擋住了 但是 哇 哇 這邊外軍倒地了 一顆手雷出槍 但是Steve這邊趕快站起來做救援啊 有一個車手帶走了 至少再帶一隻 很可惜 長隊直接做一波的反殺 成功收割 是讓GX拿下了這一場比賽 哇 太精彩了這個決賽圈 我覺得還是Q戰隊比較可惜一點 嗯 但也 那可能是考慮到物資量吧 因為Q戰隊他們打的 這一把打的就沒有像是在龍擊山打的這麼的兇慘 不過剛剛 其實最後面 感覺那個資源上 KO還蠻多的啊 因為他們 我看也有手雷也有補包 是因為手遊這邊的那個UI界面 目前看不到他的這個偷知物 我覺得偷知物會影響到剛剛第九圈處理的方向跟內容 但我只能夠說長腿這邊做的好的原因是因為它 是偏主動型的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這種主動型的玩家是建立在說 你主動型的風險很高 可是你自己的實力會影響到你的風險 如果我實力夠高的話我的風險應該會降很低 對 我們恭喜GEX拿下了這一場比賽的優勝 那總傷害量的是1585 治療量是785 擊殺數是12 擊倒數是7 非常豐富的對戰 沒有想到GEX在面對到雙孤狼為Duprey的Water 還有這一個火旋的夾殺之下 三名成員一個人都沒有減 對一個人都沒少欸 對這其實蠻不可思議的 我倒是覺得如果Water他可以再 傷狠一點 他太單純了我覺得 他就是看到反正你跟火旋在打我就先歸著 他就沒有出來再補 其實他剛剛那個位置可以打到很多的屁股 因為火旋他如果是火旋的位置已經算 他的風格剛剛已經算是偏卑鄙 那如果Water再更卑鄙的話是可以 拿到整個北面的最大贏家 搞不好GEX三個人就被他們兩個收掉了 真的有可能喔 我倒是覺得那邊可能有點可惜啊 但是以孤狼為來說他們那樣子 他這樣做其實也不算打錯 我覺得這集遊戲好玩的地方就在這一邊 選擇上的不同跟風格上的差異 他可能就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男朋友找這種最可疑 好那我們看一下單場積分喔 目前GEX在本場積分拿到的27分非常的高 擊殺分數有12耶 那再來看一下KO比較可惜的這一隊拿到的是17分喔 擊殺分數沒有那麼多喔 就像阿森剛剛講他們打的沒有那麼的兇狠 在翻樓圈的部分啦 可是在龍擊山打的很兇 對 到龍擊山打的蠻兇的 好那AHQ這一把呢殺了8個人其實還不錯喔 所以他的場積分拿到了16分 JUPRE這邊是後續部分的孤狼位喔 來到了第三名10分的排名分數 還有了是擊殺分5分15分的進帳以及LIT12分 後續部分只靠著火旋一名成員拿到了一點點的人 排名分 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其他QZL跟K7 都還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K7有稍微往前一點點喔 不是LIT什麼感覺看著看著要破300分 對啊 LIT已經274分了等一下 為什麼AG還是199 哇這是200分魔中嗎 一直想說他下一把一定會破200 那結果好像 這幾把打的比較沒有那麼的順利喔 可是你會發現到他的風格問題就是他的擊殺分很高 對他的擊殺分真的110耶 然後來到GEX他的擊殺分就沒有這麼高 可是就你看選手風格的問題就是 AG就是打架比較強大 那GEX這邊是偏引於內容是 勝存幾分比較高一點 這是兩隊的差異 好那再看一下JUP也是一個不錯 不過就打的都還蠻不錯的 隊伍但私技術偏少喔 HQ跟VG也是喔 都還蠻可惜的